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带给各位的是历史上的徐晃 在开始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频道主要视频的内容 以徐晃为例,我的视频主要是翻译证实史书上面的内容 比如三国志和和汉书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徐晃一斧头批破城门 或者周亚夫在梦中传授徐晃兵法的事情 这种演绎也适合网络小说里面的事件是不会有的 最后,我不会强加任何主观的意见或者看法 徐晃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由各位看官来评论 那么我们开始吧 徐晃自公明何东郡杨县人 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他就已经是郡中的一名官吏了 后来徐晃跟随着车骑将军杨凤前去讨伐贼寇 因为作战有功,被拜为齐都尉 公元192年,李觉郭四在董卓死后反攻长安,把持着朝廷 三年后,公元195年,李觉与郭四的矛盾爆发,两人开始交战 后来在张继的调和下双方才肯把兵 这时,汉贤帝就向李觉提出要东归洛阳的要求 在十次畏惧的情况下,第十一次,李觉终于答应了汉贤帝 徐晃得知消息后就前去劝说杨凤护送天子返回洛阳 杨凤听取了徐晃的建议 就这样,在杨凤、董臣等人的护卫下 汉贤帝摆脱了李觉郭四的控制 后来,在汉贤帝渡河抵达安逸的时候,开始封赏护卫的人员 徐晃被封为都庭侯 但在成功护送天子返回洛阳后 董臣却开始和另一个护送天子的将领 汉贤内斗,两人整日的勾心斗角 这时,徐晃就劝说杨凤去投靠曹操 杨凤一开始答应了徐晃,随后又反悔 曹操率军前来征讨杨凤,徐晃就归顺了曹操 后来,曹操给予徐晃军队,让徐晃去进攻驻扎在眷县和远武县的贼寇 徐晃成功地击破了贼寇,被曹操败为皮将军 再后来,徐晃跟从着曹操去进攻吕布 吕布的两名部将投降了徐晃 徐晃还前往了河内与使唤一起,斩杀了白兔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关渡大战 徐晃跟随着曹操先是大破刘备,又击败了炎梁攻下白马县 进军到严京大破文丑,被曹操败为偏将军 再后来,徐晃与曹洪一起去讨伐在阴墙的贼寇 还和使唤一起去袭击袁绍的运粮车队 因为徐晃的功劳最大,被封为都庭侯 公元2004年,曹操包围叶城攻破邯郸 易阳县的县令韩范假装投降曹军,但却紧闭城池 曹操派险徐晃前去破城,徐晃到后写信用剑射入城中 向韩范说明了利弊,劝韩范投降 韩范看了信之后改变了主意,开场投降 徐晃回到曹操的身边后,对曹操解释道 如今袁绍的两个儿子还没有被击败 那些还没有被我们攻破的城池也都在观望着局势 如果今天我们攻灭了易阳县 那么明天所有的城池都会必成死守 河北平定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了 请求您以接受易阳县的投降作为一个标榜 这样一来,所有的城池都会望风归降 曹操采纳了徐晃的建议 后来,徐晃前去攻讨茅城 射下伏兵大破敌军 连续攻破了三个敌军的驻地 再后来,徐晃跟着曹操在南皮进攻圆坛 讨伐平原郡的叛军攻克了整个郡 一段时间后,徐晃又跟着曹操去征讨乌还人的首领踏盾 大获成功,徐晃被败为横野将军 公元208年,徐晃跟随的曹操讨伐荆州 他单独率领一支军队囤住在帆城 讨伐中卢、邻居和夷城的贼寇 后来,徐晃被派去和满宠一起讨伐关羽 曹操持臂战败后 徐晃还留在江陵和曹人一起杠击周瑜 两年后,公元210年 徐晃前去平定太原郡的叛乱 围攻大陵,攻陷了陈池 并且斩杀了贼寇的主帅 一年后,韩岁和马超在关右举兵谋反 曹操派遣徐晃囤住在分阴县 赐给他牛和酒 让他去为先祖上坟 安抚河东一带的百姓 为了抵御马超和韩岁的大军 曹操亲自抵达通关 但害怕大军不能渡河 就询问徐晃该怎么做 徐晃回答道 主公的大军已经抵达此处 但贼寇们却不再分兵去驻守扑板 可见他们的无谋和愚蠢 请主公给予臣一支精兵部队 渡过扑板京 作为全军的先锋 去阻拦截断敌军 甚至可以擒祸他们 曹操回答道 好 就给予徐晃不齐四千人渡河 在徐晃领兵还没来得及扎营之前 敌方的将领良心就率领五千多不齐 前来进攻 被徐晃击退 曹操的大军也得以平安渡河 一段时间后 马超和韩岁也被曹军击破 后来曹操派遣徐晃与夏侯渊 去平定渔弥县与低族人 与曹操在安定会合 会师后曹操返回叶城 徐晃和夏侯渊则接着去平定赴县 和进攻驻扎在下阳县的残余贼寇 斩杀了良心 三千余户人投降 公元215年 徐晃跟随着曹操去讨伐张禄 被曹操派遣去进攻周边的县城 和山上的敌人部族 成功地让他们全部投降 随后徐晃就被申签为平寇将军 徐晃接着领军前去解了 有军被围的困境 还打破了三十多个贼寇的囤兵据点 曹操征讨完张禄后返回叶城 留下徐晃和夏侯渊在阳平关抵御刘备 刘备派遣了十多个营的兵马 去断绝格道 企图切断曹军的后路 徐晃带兵击破了在格道的刘备军 敌军走投无路 只能跳入山谷 死了许多人 曹操得到消息后大喜 让徐晃假节 还发布命令说道 这个格道是汉中咽喉显耀之地 刘备本想断开内外的联系来攻取汉中 但将军里的举动粉碎了刘备的谋划 真是妙啊妙 后来曹操亲自抵达阳平关 将汉中的军队全部调出 派遣徐晃去协助曹人讨伐关羽 囤住在碗城 当时汉水突然暴涨 于尽的部队被水淹没 关羽就率领军队 先是包围了驻扎在樊城的曹人 又派兵包围了襄阳 而徐晃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新兵 无法与关羽针锋 就进驻到了杨陵坡 这时曹操派遣将军徐商 吕剑带给徐晃命令 让徐晃必须等待所有兵马集结后 再进行出击 当时部分的敌军囤住在衍城 徐晃抵达后 假装开始挖壕灶壁 表现出一副要截断敌人后路的样子 敌军得到消息后就烧毁英雷撤走了 就这样徐晃占据了衍城 将两个营寨相连接起来 有稍微前进到距离敌军包围圈三丈左右的地方 但不进攻 曹操就派了一共12个营的部队来支援徐晃 这时 敌军的一支部队囤住在围头 另一支部队则囤住在四种 徐晃放话说要攻打围头的部队 但却秘密的进攻四种 关羽见四种要被攻破 就亲自率领5000步骑兵出战 徐晃率军迎击 关羽退走 徐晃紧追不舍 冲杀进入敌军的营寨 大破敌军 很多人跳水而亡 曹操得到消息后 传令说道 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 将军作战全胜 撕裂开包围圈 斩杀和俘获大量的敌人 我用兵三十多年 加上我所知道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 都没有过像你这样 长驱直入 冲杀进入敌军重重包围的人 而且 樊城和襄阳的包围圈 比起战国时的举城 寂寞要严重得多 将军你的功劳 远超孙武和司马仰居 这时 徐晃率领部队返回 曹操出城七里去迎接徐晃 置办酒宴大会 亲自举杯向徐晃敬酒 慰劳他道 能够保全 樊城和襄阳 都是将军你的功劳啊 当时 各军将士都集结在一起 曹操巡视各营 有不少的士兵离开自己的队伍 去围观曹操 只有徐晃的军营整齐 全体将士都站在自己的队伍里 闻刺不动 曹操感叹道 徐将军真是有周亚夫之风啊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 曹丕继承王位 封徐晃为右将军 陆祥侯 同一年 曹丕称帝 徐晃被禁封为阳侯 派遣徐晃和夏侯尚一起 去上拥 讨伐六备军 成功地击破了敌军 后来 魏文帝曹丕又命令徐晃 去镇守阳平关 转封他为阳平侯 1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 魏明帝曹瑞继位 吴国派遣军队来进攻魏国 徐晃率军在襄阳 抵御住了武将诸葛景的入侵 战事结束后 朝廷为徐晃增加了十亿两百户 连同以前的一共三千一百户 一年后 公元227年 徐晃在自己并重垂危的时候 留下遗嘱 用平时穿的遗物收敛他就好 徐晃为人谨慎节约 统帅军队时经常派遣赤侯 去远处侦 先做好会打败仗的准备 再开始作战 穷追不舍 争取最大的利益 而将士们也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徐晃在平日里并不热衷于广交朋友 并且时常感叹道 古人害怕自己遇不上明君圣主 但我却很幸运地遇见了 应该努力地建功立业 报效国君 绝不该只为了自己的私人名誉才去做事 徐晃于公元230年去世 朝廷赐予徐晃壮侯的嗜好 他的儿子徐盖继承了爵位 徐盖死后 儿子徐爸席爵 为民帝还额外分给了徐晃一些实意 封他的两个儿孙为列后 告辞 告辞